欢迎收看华派机械有限公司的分装机安装及操作实用视频 收到货后我们先拆开外包装 取出配件包 主要有电源线、脚踏接触线、以及书名书还有四个罗帽和两个工具 接下来我们先把料斗合出料口取出来 再将底部有红色标签记号的三根加固螺丝拆除 两根长的、一根短的 先把料斗放到机子上面 要注意有挡板的面要朝前方 再用配件包里面的四个螺丝给拧上 调节挡板可控制流速及精准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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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用了扣板的方式扣上去 使用非常的方便 可更换大小出料口 再把电源线给接上 调节挡板可控制流速 脚踏板线头有个圆孔 对准机子上插上去拧紧即可 安装步骤结束 接下来展示操作使用 打开电源 将物料倒入料斗里面 根据物料而调节挡板控制流速及精准 智能电脑板上有加号和减号设置重量 点击启动即可开始工作 称重到量后 数字停止跳动 轻踩脚踏板出料 电脑板有慢速中速快速三个档位 见可设置 最后分装完毕可点击停止 再长按清料键进行清空物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